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 就在这里今天给大家带着游戏一眼是这个和平经营的这个正常模式 然后这地方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一把这个野牛出锋枪吃鸡啊这个 个人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啊 但是挑战一下子看一把野牛出锋枪能打到第几 这地方也是碰到一个老哥 然后我俩在石头旁边偶遇然后直接反正打死了 其实野牛啊我个人觉得 嗯我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第一点他作为冲锋枪 他本身近距离的爆发是足够的 而且可以的佩戴这个侧镜 你主镜带一个远程的侧镜带一个红点 就是侧镜嘛都是红点 所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啊 就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不堪 但是也差不了太多 这一玩意用四倍镜看到一个人 然后直接一枪打到脑袋上 直接抱头带到对面啊 这是我说的 其实啊什么枪不重要 就比如说你玩一个这个M4对吧 其实很多人现在都会选择 带一个主镜加一个侧镜 就相当于近战远战都可以嘛 所以说我感觉还可以 这地方打死那个人之后 停完玩开车 开始在独卷中间晃悠啊 因为这个也找不到什么人 可以供我娱乐啊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现在吃鸡模式 其实吃鸡这个游戏其实玩的人挺多的啊 就是我也看过很多人玩 但是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啊 所以说哎等会啊 这地方创强了啊 这地方要我们再来一次啊 这个很多人都是参差不齐的 就是大神特别猛 然后玩的不好的人 玩的多少把还那样啊 我身边就是这样的 就玩了很多把啊 基本上算是我们当中 就是吃鸡次数和时间 都是最长的 但也就是那么回事 我个人虽然说 可能这么说有点不太好 这地方看上过人 然后 这地方应该是可以下车 跟他battle一声啊 这地方啊 是个人急啊 瞅着样子就明显是个人急 这地方直接舔一下他的包 然后 好能力不少啊 但是枪全弄掉啊 这把就挑战一把野牛啊 就看看能不能一把野牛 能打到第几啊 这地方看一下 这个空头里 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捡的东西 大家在捡空头的时候 要注意啊 时刻就是要环绕自己的四周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人啊 你别空头剪的钢响 然后让别人给打死 这地方有一个人在打我 然后发现这个人 发现了吗 啊 看了啊 看了这个人 然后远程 用这个小点打的 可能有点不太好打 这地方就是野牛首先 第一点 他子弹比较多 他不是三发子弹 其实他本身不太怕 这种就是消耗烂 就你捂着伞 你上一下 啊 捂着伞 然后你带一个200多发 其实更你打五下 算次带的五十发的话 就是六下 其实 三百多发子弹 对于野牛来说 也就是几秒钟 就是全部打完了 所以说在近战对比的情况下 野牛非常的猛 这地方呢 也就像齐尔了 然后我现在 啊 在这个水里当一个水鬼啊 这个啊 远处看到有这个车来了 其实我是想剪这个空头 但是我估计他也是想剪这个空头啊 然后这地方我们先潜下去 因为我现在不确定 他到底看没看见我 他没看见我还好 他要看见我了 其实我现在就属于一个 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地方我先潜下去 然后看他有没有这个 过来的欲望啊 好像没有 他应该是发现我了啊 那这地方就有点赏了 主要就是他在暗面卡你 你剪这个空头也过不去 也就很尴尬 其实个人觉得别的地方可能还好 因为其实你在水里的话 他这个强子弹 在这个游戏里 你落到水里的这个区别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老哥有点肥啊 急着服务 他在剪这个空头 估计 但是他估计看我的装背后一脸懵圈啊 这个老哥为什么打到现在就一把野牛啊 兄弟这个不好意思 我这个想挑战一把野牛吃鸡 然后让你给我打断了 这个有点难受 我得到了第七名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在游戏厌人和平之间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看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